population system 好 各位同學 我們現在開始上我們 2019 年 Q4 第二堂的基礎課程 我們今天要來講一個最基本的東西 什麼東西 我這樣問各位好了 Cfireation System 各位用手機對不對 是不是很多年啦 各位用電腦是不是很多年啦 對 我问各位 这个手机跟电脑好不好用 很好用嘛 可是有时候 他不会听你的 对 对不对 你是老板还是他是老板 他是老板 他是秘书 电脑 设计那个人是老板 你是老板啊 他是你请来的秘书 请问老板听秘书还是秘书听老板 秘书听老板的 当然啦 所以你是秘书的话 你听他的 听懂吗 可是你的手机应该是你的秘书才对啊 可是他有时候他就不听你的 问题出在哪 不会用 有很多问题你搞不清楚嘛 所以我们就来解决这些问题啊 为什么有时候手机 刚刚已经问各位啊 手机的确是很好用啊 手机在你手上 跟在其他人的手上一不一样 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 每个人的使用方法不同 每个人需要不一样嘛 每个人成长背景不一样 还有很重要是每个人懂得不一样 你如果很懂你就不用来上我课啊 你就很会用 那我问你年轻人懂不懂 懂 好快 懂啊 他很快不见得懂 但是他 会用 会用 可是他不见得会懂 了解吗 所以你要叫年轻人教你 他不见得会教 但是他会帮你做 你如果叫他教你 他会产生很大的困扰 说难道这么简单的也要教吗 听懂吗 也许他懂也许他不懂 可是我告诉你 我们中老年人 你要会玩你的手机 或用你的电脑 你必须要有一个为前提 请问以什么为前提 我们必须要理解一个道理 我们才会去学会真正去使用它 如果你对这个一样事物是一知半解 我跟你保证 今天你可能会做 可能明天碰到同样东西 你就不会做了 因为你没有这个前提啊 你要理解什么 它的价格 它的本质 对 价格 那我就马上问各位啊 请问你如何去看待这个东西 或是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每天都要用的 它的本质是什么 谁可以回答我 阿宝 可以回答我 这个computer跟smartphone 是什么东西 什么本质 想想看 每个同学都想想看 来Michael 想想看 你每天都要用嘛 你要不要坐前面 可以 你们后面同学 要不要坐前面一点 坐前面一点 那本质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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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要想想想看 好 我们来解释一下 在我认为 computer或是smartphone 我都把它看作一个computer 它有两个特性 各位猜猜看 什么特性 还有两种特性 各位猜猜看 各位猜猜看 什么特性 第一个我认为 它无所不知 对不对 如果你不懂一样东西 你在电脑上 或是在手机上 可不可以google一下 我们上两个小时讲 翻译 如果你不会外文 你可以叫你的手机 你的秘书 当作你的外文翻译的专员 或是秘书 或是 他马上帮你翻译 他会不会外国语 你的手机会不会外国语 我上两个小时 就再回答你的问题 结果你没有来 说要外语翻译嘛 我们就在讲这个 不过我们有拍影片 所以回去各位可以看一下 第一个各位知道 你的手机虽然很小 借我一下 这个手机虽然很小 很薄 有没有 但是它有个特性 各位知道什么特性吗 很贵 比电脑还贵啊 各位不相信啊 对对 它为什么值得那么贵 各位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值得那么贵 你为什么心甘其愿 买那么小那么贵的东西 它又不是钻石 又不是黄金 为什么 因为这个比你去请好多秘书 还重要啊 还来好用啊 懂我意思吗 你请秘书要花钱 有 by the way 你的老婆或老公 是不是你的秘书 千万不要啊 好第二个 第二个我又有一个改小啊 它是几乎 什么 万人 好老师写的很少啊 几乎万人 万人是什么意思 就是上面无所不知啊 然后这是两件事啊 一个是knowledge 一个是capacity knowledge跟capacity是不一样哦 capacity 我老师为什么要讲英文 因为中文字本来就不一样啊 能跟知一样吗 能跟知一不一样 这是你知道某一样事情 你会不会做 不一定嘛 你知道跟会不会做一不一样 不一样啊 那你会不会做 知不知道一不一样 也不见得一样啊 这样了解吗 各位一定要体会 你花那么多钱 买一个小的机器 它可以达到这两样嘛 它的本质 这样懂吗 然而你天天要用的东西 你对基本的本质 你不懂啊 所以 你才会每天碰壁哦 所以你叫他做什么事 他有时候会耍脾气 有没有 就变成他是老板 你是火急 有没有啊 因为你叫不动他 这是谁的错 儿子女儿的错 对不对 是不是 是吗 千万不要去问儿子或女儿 对不对 否则会怎么样 严重破坏妻子关系 这样懂吗 不要去问年轻人 为什么 他能帮你做 你叫谢谢他 你已经记得很多功德 他才帮你做 有没有 你就不要指望他教你 那你不会怎么办 才上课 你可以跟隔壁的同学学哦 所以我换句话说 隔壁的同学如果你会 有人问你 你要跟我一样很热心去分享 为什么 当你愿意去分享 你愿意去 愿意去 愿意去操作 教学相长 这样懂吗 好 如果我们了解他本质之后 我们就要来问一下 这个本质啊 如何去看待它 所以老师就要去讲到一个 如果我们要了解一样东西 我们必须要比较有系统化了解 是不是 是不是要比较有系统化 好 我举个例子好了 那很多以前我们小时候去学东西的时候 是不是要花时间 对不对 学完以后就 没问题了嘛 对不对 你就会了 比如说各位学开车 学完开车就每天上下班 出去就会了嘛 对不对 那电脑呢 手机呢 常常用才会 no 常常用不见得你代表会哦 我刚讲 如果你对他本质不了解 你天天用天天有问题 天天用天天为什么有问题 很多心的问题 因为基本观念你没有掌握 基本概念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讲 什么叫基本概念啊 基本概念你没有掌握 所以你就不懂 我举个例子 我们 中文有一句成语叫做 虾子摸象 听懂吗 什么叫虾子摸象 摸到 看不见 用手摸 对 然后呢 是古迹 你摸到什么 你就以为那个叫大象嘛 对 你可不可以摸到整只大象 不可以 除非那个是 就是还没有生出来的 baby 你摸大象之后 你是不晓得大象是群毛 如果你是虾子 所以你在用手机之后 就是叫虾子摸象 因为你今天碰到的问题 你可能 好容易解决 过两天以后碰到同样问题 你就 撒住了 有没有 同样是手机 为什么 之前可以稍微弄用 后来就不行 为什么 缺缺什么 缺缺基本概念 好 我们今天就要来提供一个 基本概念 老师要用一个框架 来 破除各位 虾子摸象 也就是说我们常常会见树不见灵 或是见灵不见树 刚刚老师讲到有一个叫框架 各位难道没有问题吗 什么叫框架 范围 对 还有呢 什么叫框架 我为了今天这堂课 我特别把这个 我想问一下语言老师 什么叫框架 基本结构 对 有系统的把它列出来 基本的结构 我们来看一下在 这个框架的定义 有没有 我把它放到群组上 我们是不是大家都在这个群组 是 2019Q4的基础班 对 我把它按下去之后 我是不是可以按Forward Forward之后 我就可以去选基础班 然后按Share 是不是大家都可以看到 是 老师有讲框架是什么 是具有 这不是我讲的 这网路上抓的 我必须讲这不是我的规定 是网路上抓的 框架是具有指导价值的方法论 是可以 我们看第三条 可复用的解决方案 也就是说你常常会碰到问题 你有一套框架的话 你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这样了解吗 然后呢 它是可执行的行动指南 更重要的是 当我碰到新问题的时候 我会怎样 以前叫做 不知如何是好 无所措手 手足乌 有没有 现在碰到新问题 框架提供一个套路 辅助你解决 从容分析解决 这样了解吗 所以我今天就要来 用一个叫做 有系统的知识框架 来解决我们电脑或手机的基本概念 可以知道我今天要做什么吗 知道 所以 我问各位 回到刚刚第一个问题 你怎么干在computer 怎么干在smartphone 来问一下 Sophia 就是我们生活上一个很好的工具 帮助我们跟人家沟通 然后得新知识 然后也可以拿到最新的消息 现象报告或者是新闻 然后可以看我们最喜欢的那些连续剧 对 他讲了很多嘛 那我是用这个把他结论下来 那我再继续问他 那请问你很了解你这个手上这个工具吗 你用了多少年 十年 十年对不对 十年了还不了解他 出在什么问题 出在什么地方 就是瞎子 他的功能一直更新嘛 还有什么 阿宝 你有没有这个问题 没有吗 你用了十年了 你还是不了解这个人啊 还不了解这个device 问题出在哪 所以各位想想看 不是你天天用你就会懂 要来上课 对 要来上课要用心听老师讲这一堂课 这一堂课 这一个多小时讲完 各位以后就希望提供一个 把全班概念交给各位 这样了解吗 整体的一个系统的一个框架了解之后 你就可以拿这个框架去 每天碰到的问题就可以去套用 然后就可以解决每天的问题 那以后新科技发展出来 你要不要担心 不用 因为你对整个本质了解了 这样了解吗 那各位一定要知道我今天在讲什么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讲一 好 我在刚刚讲的就是我第一段说 说的什么 我的前沿啊 有没有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架构 然后各位 花一分钟 来写一下 一二三 下面是不是有三题 一二三 各位 我还没有讲之前 各位先写 我来写黑板 各位来写这个问题 有没有 谁没有拿到讲义 举手一下 好 各位同学我们接着来讲就是有关电脑的本质是什么 所以老师要用一个基本架构来跟各位介绍 那基本架构我们刚刚讲的时候有分三层嘛 对不对 好 我们就要回到刚刚的本质啊 为什么我们这个电脑或是手机它无所不知 为什么 为什么 有人放上去啊 里面有很多资料 里面有很多资料嘛 里面有很多资料嘛 有人放上去 还有呢 他很聪明吗 没有 不是啊 好 然后第二个问题 为什么它几乎万能 我马上来回答啊 各位 我这个两个字不是随便 两个词不是随便讲 它无所不知跟几乎万能 不是我随便讲的啊 好 但是我在 我必须要强调 你在别的地方听不到 因为我要解决这个基本架构问题 来各位看一下 包括我给各位讲义 有没有 我讲义上面还画了internet 我把internet放在后面 等一下我没有空讲一下internet 我们先来讲 回到最基本的架构 有几层 三层 三层 分打三层 资料 software 硬 software 软件 对 为什么要这样分 每一层都不同啊 因为它构造就是这样子啊 好 那我问各位 这个我相信老同学都听过 那接下来就老师要问 什么叫硬体 什么叫软体 什么叫资料 先来看一下 这个三个是什么意思 那或者我问 howware跟soware有什么不一样 就硬体 对硬体对不对 那个这个叫软体嘛对不对 对啊 这不一样就两个字啊 一个硬一个软啊 很简单啊 对不对 是不是讲完了 是啊 真的讲完了 那像你这样当老师太容易了 一硬一软好下课了 no not so simple 有形的对不对 对啊 所以我们以前看报纸都常常看到说 某某地方又盖了一个文字管 没有软体只有硬体 有没有看过这种新闻报道 嗯 文字管跟软体硬体有什么关系 没有人文 没有人文 有人就是有软吗 no 也不是哦 等一下我来举例子 一个是有形 一个是无形 这样懂吗 不是一个硬一个软啊 好 请问你的手机有没有硬体 有 有吗 有形还是无形 有形 有形对不对 这样懂吗 所以这个是有形的 好接下去往上 往上面看啊 也就是说我们里面有装什么 软体 软体对不对 有形还是无形 无形 那你怎么知道它在不在 你去买一个手机那么贵 有没有我刚讲它的特色是很贵 对不对 它卖你不光是硬体 还有软体在里面 如果它软体没有给你装 你只买硬体不需要那么贵哦 可是那你怎么知道它软体有没有 来Michael 我的问题是你买一个东西 你怎么知道里面有软体还是没有 一用就知道 一用就知道 对那前提知道会用吗 对 你可以用看的啊 打开 我打开哦 我把手机打开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我手机打开的时候 我先来教各位啊 我手机打开的时候 这手机现在锁上我打开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这些东西 代表它的OS是Ready了 你才可以看到啊 如果你打开 什么东西都没有 这表示什么状况 没有软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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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一个字 没有软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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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老师假村吗 笑那么开心 没有电你看得到吗 我才不相信 老师有讲到三个 Limitation 电 Power 还有一个什么 Space 还有Connection 这个最基本的啊 它必须要有这三项 不然你手机很难 好 当然老师有点台玩笑 就是硬体 如果是好又有电 你可以看到它有很多软体 不是要用 你看就可以看到 你把你手机打开 你偷描一下隔壁 跟你都不一样 为什么 软体不一样嘛 要懂吗 同样是苹果 同样是Android 不一样的 这就是我们讲 刚刚讲的 几乎是万人 那个人怎么解释 capacity 对capacity嘛 接下去要翻译课 万人叫capacity 有没有 老师接下去问这个同学 什么叫capacity 不知道 这个到底 就是application 要懂吗 应用程式 加S 有没有 所以有很多应用程式 capacity 意思是说 万人的人就是 表示我有很多功能在里面 就是你讲capacity 对不对 那为什么有那么多功能 取决于在什么 download 不是download 取决于在什么 比如说 我的手机有十个app 有没有 我叫它死能工具 你的手机有一百个app 可以叫百能工具嘛 如果你的手机有 一万个叫万能工具 这样懂吗 听懂咯 手机可不可以装一万个app 不可以 不可以 可以 现在也许不可以 以后也可以 但是现在因为我们 可以连到internet 就不需要 因为你只要连上去 在server上就提供你很多功能了 你就不需要 这样懂吗 如果没有internet 你真的要装很多 所以你的硬体就要更了 变很大很大 你才能装那么多 所以什么是最基本的 最基础的 好位 好位 所以如果你没有空间 你可以装这些东西吗 不可以 不可以 所以为什么有不同的层级 这样有没有 所以这个是一个系统化的知识框架 这个知识框架在告诉你说 你在使用电脑或手机的时候 它有不同的什么 层级有没有 你当你碰到问题 比如说刚刚老师讲的 你手机打开 有没有 你怎么开都是黑的 那什么问题 硬体问题 硬体问题 没有电也是硬体问题 电池坏了 没有充电 我现在都笑得很开心 就老是幽默 有可能打不开 对 所以你的硬体有可能会坏 对不对 听懂吗 当你打开之后 你可以看到这些东西跑出来 代表什么 硬体是好的 always ready 要懂吗 接下去 你就要从这一层层 打到这边来 你要去比如说我们前两个小时讲 google translate 我就要打开这个APP 就可以开始去翻译 有没有 这就是一个人 application 在翻译的用途上叫应用 有没有 什么应用 我要用什么 翻译嘛 这样叫做application 你可不可以叫做app 没有 没有把握 因为 各位以前都很模糊 你从今天开始以后 就不能再模糊了 因为我已经告诉你 环环相过 你硬体不好 对不对 你可不可以叫做OS OS如果不好 你可不可以叫做app app 你可不可以看到data 不行 可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嘛 所以它是有层级 它有一个前提条件嘛 这样得解吗 好 这样可能各位不见得懂 我们还是来讲一下 什么叫OS 请问 谁可以告诉我什么叫OS operative system operative system 標准答案 有没有 好 那我就要继续问这个 阿宝啊 什么叫operative system 他说老师我知道 叫做应用 啊叫超市 啊 应用程式 不是 应用系统 不是应用 就是超 超 作业系统 对不对 没错吧 作业系统嘛 对不对 好 老师在问这个同学啊 那何谓作业系统 老师我知道 operative system 这样下去 没完没了 有没有 这个是翻译课 那是上两个小时再上的 翻译课 我们不来上翻译课 到底什么叫OS 用白方文讲 指挥 指挥什么 指挥什么 指挥动作 指挥什么 指挥什么 指挥 ABB 指挥电脑 各位一定要想 来大姐什么叫OS 就操作的系统 就操作的系统 那 那要翻译吗 你要想翻译 对不对 白话文讲 指挥操作系统 核心 它是这一台机器的核心 核心 你可以说它担任指挥的角色 指挥什么 系统的运作 上下沟通 指挥什么 上下 它去指挥什么 硬体 去指挥 所以这是大脑啊 大脑是硬体哦 大脑是可以看得到摸得到 是不是 是不是 你没有医学的解破的概念 你把脑袋打开 头皮底下是什么 大脑啊 可以不会看得到 可不可以看得到啦 可以嘛 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个 那不是这个 这个是在这一层啊 刚刚我们已经讲了 一个软一个硬 对不对 错 一个是有形 一个无形 大脑是有形还是无形 有形 所以我必须要挑战你哦 大脑不是软体 它是硬体 大脑里面东西装的才是软体 大脑里面装什么 降伏吗 陷路啊 啊 陷路啊 你看到 天哪你是机器人啊 大脑装陷路啊 神经的传导 你今天好像充电充都不够啊 你无论是 大脑里面装什么东西 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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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马上来讲哦 马上我要用人来做一个例子啊 人哦 好 我们就马上来讲 各位 这是一个核心 它是一个指挥中心来驱动病体 叫它做事情 来解释上层的软体 要达到什么样功能 这样懂吗 嗯 我们给一个手机做一个命令 什么命令 我叫它来翻译 就是我们前两个小子讲 我叫它翻译一件事情 这时候 我下达了一个指定下来 APP就开始 交给OS OS就会交代这个硬体去运算完以后 再把资料丢回来 这样懂吗 所以 谁是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所以它叫核心嘛 这样懂吗 你可以说它是指挥中心 不要了解啊 所以我们电脑 几乎是万能是 因为我们有不同的APP 它可以做很多事情 换句话说 只有你没有想到 没有它不会做的 什么例子 比如说我们前两个小时 讲说电脑或是这个手机 它可以翻译 不同的外文 可以翻译多种外文 100多种啊 你需不需要翻译到100多种 不需要 你翻译两种就够了 听懂吗 西班牙和英文就够了嘛 开玩笑 可是你的电脑就可以做很多啊 几乎是万能啊 听懂吗 几乎是万能 那如果换句话说 你说我 老师我手机有很多 没有办法做 举个例子 你想要它做什么 来 有狗 举个例子 你想要它做什么 唱歌好了 你想要它唱歌给你听 可不可以 可以 你就装一个APP 你就装一个APP 它就可以唱歌给你听嘛 你要它做什么 算账 你就装一个快据软件 它就可以帮你算账 听懂啊 听懂啊 现在电脑已经发展到可以做成像人的形状 叫什么 就像这位同学 叫机器人 后面有插头嘛 有没有 机器人 有没有 脑袋里面是线路 所以这个机器人它就是一台电脑 对不对 所以你就可以告诉它做什么事 它就可以帮你做 为什么 因为它有账云架构 有没有硬体 有 有没有软体 有没有位置 有 有没有APP 有没有data 那何谓data 来我们问一下我们语文老师 语文专家 何谓data data叫资料 资料就叫data 讲完了 我这边有写各类档案 数据 数据对不对 你可不可以用这个来看作是一台电脑 你的data是什么东西 这一台 我举例子好了 我们刚讲说 我们要它做一件事 我就去安装一个APP 假如我要看报纸 要看报纸 那我就把报纸的APP装进去 可不可以 可以 好 那我是不是可以審25 不是 50 cent 有没有 两个quoters 有没有 我是不是把APP打开 就有世界日报了吗 是不是 有没有 好 立即体验哦 我进来是不是可以看到世界日报 还有广告有没有 这个世界日报 我可以看什么地区的 本地的吗 对 错不止本地 我可以看到世界 世界 世界 还有呢 两岸 那我看 那我看 这个APP 洛杉矶版 它给你哪边 有没有 这个是不是有一个洛杉矶 底下箭头点下去 你就知道它有什么能力 各位猜猜看 纽约版 东南版 看到没 纽约西也有 看到没 你如果实际上你要去买一个报纸 你可不可以买到纽约西的 不可以 可以啊 坐一个飞机过去 没有人这样做嘛 你手机就切换纽约西 你确定要不要确定 有没有 你就可以在这边看 纽约西的世界日报啊 同步哦 当天的哦 这个是 你会不会用这个手机 如果会用 它就可以带来这个功能 因为你有装这个APP 要懂吗 这个APP可以做什么 就是可以让你看报纸 而且还可以突破你那张纸张的线 可以带你到不同地区 有没有 光美国就那么多地区了 没有骗你啊 都是当天的哦 哦 那你还可以看到两岸 有没有 刚刚有同学是看两岸 有没有 地方 有没有 那你还要花那两个quotes 是不是要 要 It's up to you 你如果可以用这样看 甚至你可以看前几天的 还有八卦 对 还有很多不同的新闻嘛 有没有 要了解吗 所以我的手机就可以拿来看报纸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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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